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喜欢你 身体会有这几个细微的变化 1.在你面前装俗女 如果你发现这个女生一开始是大大咧咧的 但有一天你会发现她变了 由一开始的补化妆到现在的略带妆 不穿裙子到长裙飘飘 重点是在你面前会刻意表现出很俗女 平时你跟她一起吃饭她可能是个鸭子一嘴 完全是把你当成哥们的 但是如果她最近不仅打扮了很俗女 而且身体有这个细微的变化 那她就是种意你了 我给你上边了 这个动作就是在你面前偶尔修饰的拧一下嘴 这个动作你可以把它当成 她在期待着等你去吻她 如果当时的条件允许的话 小老弟别害臊 吻下去 很多人既怕表确情 跟女生表白之后怕被拒绝 说你自作多情 本来就不自信了 再被女生拒绝一次 噢噢心态都崩了 但是又怕错过爱情 不去跟女生表明自己的心意 心里就很难受 你很想知道答案 但是总是唯唯唯唯唯的 我都说了很多次了 这位女生没有那么复杂的 没那么简单 就能找到聊得来的吧 很多人表白失败 就是因为你在表白之前 用错了方法 追女生用对了方法 是罢狗费 如果你现在正在追女生 还没有成功的牵到女生的手 内需的嘴叶 感到自信 回复我秋秋 我给你一份追女生的必备宝典 让你轻轻松松把它追到手 女生总是对你笑 大家萌心自问一下 你看到喜欢的女生 是不是 这样的 除了傻笑甚至还会流口水 一点都不夸张的说 这是人的一个身体的正常反应 大家啦 大部分的人都是网约派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笑是一定的 而且是那种巴刺内心的笑 这里 这是我古纳拉 黑人之神的天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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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啦 我也知道 很多兄弟是不在意细节的 就算女生对着你笑 你也一定会这样想 她一定不是对着我笑 她一定不是对着我笑 一定是我想多了 这是不是你 这么美好的姻缘 就被你错过了 心理学上说 当你看到一个傻心悦目的人 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往上压 眼睛也会舍不得从她身上抽离 别怀疑了 这个女生啊 就是喜欢你 身体表现出来的 才是最自然的反应 第三 不由自主的 撩头发 帮你们答案一个问题吧 你们好好回忆一下 你们在喜欢的女生面前 有没有不由自主的摸自己的头发 有的扣个1 我看看多少个不夸的兄弟 其实吧 你摸头发这个细微的身体表现表明 你很紧张 你是想在喜欢的女生面前表现的完美 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 你这个突然异常的举动 就是想要引起她的注意 同样的道理啊 女生这么做 当然也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不信的话 你去街上挂一圈 看看有没有人会注意到你 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 别人都不看你 怎么会做出一些举动来吸引你呢 但第一版应该是最真实的 有改变是因为受到了外籍因素的刺激 而你呢 刚好就是能让她荷尔文飙升的因子 不要犹豫 她就是喜欢你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留下你们的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